如果以人情世故来看食材的搭配 有的是让人叫绝的天作之和 有的是叫人动容的偶遇 有的是令人积节的相见恨晚 烤焦味特别舒服 这个豆腐没有味道的水就出不出这个味道 一条好鱼为了名不虚传 一定会寻求搭档 碰出激情四射 而好的搭档会让美味事半功倍 却又深藏功名 在不同地域的餐桌上 且看有哪些好鱼拥有让它声名远扬的好搭档 泡菜散发出令人愉悦开胃的酸香味 那是乳酸的味道 发酸的味道 发酸后草酸被分解 蛋白质水解后产生了钛和氨基酸 这一切都带来鲜美的风味 在乐山 鱼的烹调离不开泡菜 总有一道鱼菜会让你酸得过瘾 辣得地道 热油逼出香辣气息 释放出酸性物质 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 还能去腥提鲜 辣中带酸 这种刺激的味道 冲击着人们的味蕾 让舌尖领略鲜味的美好 吃酒的秘密是味道的传承 也是记忆的打磨 出生在明江岸边 从业二十多年 高斌一直在渔船餐厅工作 早已练就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烹鱼秘法 但这样一位烹鱼高手 如今每天的日常工作 却是盯着装修工地的施工 排水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好 这一度做隔岛一定要上墙 上墙之后 然后才避免得到这种 以后它这种油液 才不会满屋船 然后这高度的行风系统 这是渔船餐厅 离开江面后的首次亮相 除了场地 还有一样东西的准备 关乎高斌做鱼手艺的招牌 口感爽脆 滋味酸辣的泡菜 是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 也是各类鱼菜中 名副其实的黄金配角 紧随时令 不同时节高斌都要制作新的泡菜 秋季适合泡生姜和辣椒 为它们挖坑 这是高斌制作泡菜的第一步 这种区别于一般做法的老坛泡菜 制作程序并不复杂 所有的食材和用具都需要清洗干净 调制好盐水和香料的比例 把泡菜坛子深埋地下 我们这种埋在土里的泡菜 叫老坛泡菜 能够保证酸菜特需的 这种湿度和温度 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 蔬菜在黑暗中独自转化 味道独特的泡菜 是乐山人厨房里 必不可少的最佳搭档 当你使劲在往里面蹭的时候 很容易把那个泡菜坛蹭坏 以前我都有撑坏过 埋在土里 它的坛子它周围都是用土 给它堆得严严实实的 它外面没有膨胀的空间 六月泡海椒 八月泡生姜 十二月泡青菜 作为乐山鱼的绝佳拍档 泡菜需要三个月 乃至一年的准备时间 而作为这道菜的主角 新鲜才是王道 姜团俗称肥头 是乐山名江段出产的第一美味 姜团光滑无鳞 肉质厚实 正适合轻烈酸爽的泡菜 来激发它的鲜美 姜团是一种无鳞鱼 很滑很滑的 必须把它拽紧 要不然的话它就滑掉了 身上是有很厚一层 那种保护膜的 姜团身上的粘液 代表了它的生命力 熟悉姜团的高手 摸到粘液 就对鱼的状况了然于心 高滨来此 不仅仅是为了领教姜团的捕捞盛况 手艺已经荒废半年了 高滨着急的是温习自己烹鱼的功夫 看到这么新鲜的鱼的时候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把它甩到那个岸台上 很想把它做出来 吃掉 上百个坛子深埋地下 只露出个圆圆的脑袋 这就是高滨做鱼成功的保证 乐山泡菜 只有把一年的泡菜都做好了 看着他们一坛坛地藏好 高滨的心才踏实下来 检阅了自己的泡菜部队 高滨精心挑选了一些泡菜 晚上要请老朋友 再次品鉴他的拿手菜 泡菜红烧姜团 高滨在渔船餐厅做了二十年的鱼 一切秘诀都在泡菜里 泡青菜只留脆爽的叶梗 切成长条 酸脆爽口的泡菜梗 是乐山鱼菜的高级食材 混合冻植物油脂 泡菜条入油锅 炸至表面起泡 逼出泡菜中的乳酸 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 让姜团更加细嫩 与此同时 辣必不可少 泡生姜 泡海椒切磨 在油脂中 一锅风味 释放各家绝活 姜团只有一根毒刺 且肉质厚实 这为红烧打下了基础 没有细刺的鱼肉 才方便大块朵鱼 和别人在鱼身上码料 倒料酒去腥不同 高冰用料酒 葱姜和胡椒粉泡成水 把处理好的姜团 放入水中泡三分钟左右 泡这种姜葱水 相当于是跟这个鱼块 洗了个澡 然后这样的话 去腥会效果更好一些 搅混了一姜料水的鱼片 披上薄薄的淀粉 在油花中跳了段开场舞 等到水开 立刻下雨 慢煮 泡菜中的乳酸 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 也保证了红油的爽利可口 与匆忙的餐厅不同 此刻高冰不必权衡时间 没有复杂的烹饪 只需与泡菜一同等待 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 一道乐山传统泡菜红烧姜团 是咸鲜酸辣的柔和 今天看到大家来了 上有这个味道 这笼子就都没整了 只能看我的手里 有没有腿部 没有 保识哦 这个山传太好吃了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 共事了二十年的老朋友 虽不是亲人 却胜似亲人 今天吃到冰锅的鱼 有想起我们船上的鱼的味道 真的很保识 在高冰看来 白日里的奔波忙碌并不辛苦 重要的是自己的这道泡菜红烧姜团 再次得到了认可 大多数美食都是不同食材组合碰撞产生的裂变奇观 这道泡菜红烧姜团所蕴含的绝妙酸爽 愿于高冰对厨艺的精益求精 也要归功于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 坛子里的泡菜持续发酵 期待来年与鱼的再次相遇 明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 经乐山市一路向南 最终汇入流量充沛的长江 同样是长江重要支流的乌江 也有一段鱼与搭档的佳话 乌江 两岸景观如湿如化 其水质荣养量高 酸碱度适宜 极为适合鱼类生长 乌江镇 遵义式的南大门 犹如乐山人对泡菜鱼的偏爱 乌江镇人吃鱼也有讲究 乌江鱼 乌江镇历史悠久 闻名侠耳的独特饮食品牌 若过乌江而未尝乌江鱼 就不算到过遵义 在众多以乌江鱼为食材的菜肴中 乌江豆腐鱼素有前北一绝的美称 鱼肉和豆腐相辅相成 令无数食客新生向往 相传 乌江豆腐鱼起源于船夫菜 在乌江还可以传补的年代 船夫们以水为生较少上岸 航运繁忙时 就将捕捞的各类鲜云 简单切块 用姜水熬煮 调味更加简单 只放少许盐 再加上离不开的辣椒 不管身处何地 它们总能立即烹出熟悉的家乡味道 在乌江镇 几乎人人都会做乌江豆腐鱼 皇后全是其中的高手 皇后全与豆腐鱼的渊源 在儿时便已结下 三十多年前 祖父一有空 就会带着他去乌江边钓鱼 祖孙俩绕江垂钓 享受着和煦的威风与暖阳 那段无忧无虑 充满童真的回忆 深深地刻在了皇后全心里 小的时候带我去钓鱼里接的味 接的 过去 网乡养鱼在乌江上普遍存在 养殖户采用饲料投喂的方式 对乌江的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 近些年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 人们开始在岸边筑起池子 引活水来养鱼 使乌江水回归清澈 幽幽乌江水 承载着皇后全祖孙俩 记忆深处的温馨时光 现在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陪着祖父 一起来江边钓鱼 手随心动 心随气动 祖父一击种地 一条肥美的乌江鱼上钩 这是乌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鲜鱼 这种鱼体型肥硕 鱼身无鳞 肉质嫩滑 是制作乌江豆腐鱼的上品 祖孙俩收获的喜悦 与皇后全小时候别无二致 两代人都被这道美味 深深牵动 刚从乌江钓上来的鲜鱼 皮划肉糯 通体只有一条竹骨 五小刺 还有丰富的动物蛋白 而且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是做乌江豆腐鱼的最佳食材 地道的乌江豆腐鱼 除了鱼肉的鲜嫩 一起炖煮的豆腐 同样十分讲究 乌江两岸遍布喀斯特地貌 地表覆盖大量沉积岩 这使水中蕴含多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好品质的酸姜豆腐 正是源于乌江 这天然的好水质 王后权的妻子奢廷县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经她指手做出来的酸姜豆腐 细腻如汁 入口即化 这个豆腐没有乌江的水 就做不出这个味道 酸辣是乌江豆腐鱼的灵魂 也是尊义人一天都不可或缺的味道 一勺秘制的糟辣椒 足以让最平淡的食材 陡然变得香味撩人 皇后权做鱼很有讲究 只选用传统的柴造 以此烹制的豆腐鱼鲜嫩可口 更有一股生活记忆里的浓浓烟火器 和难忘的香土味 先用柴火旺锅 新鲜的菜籽油中加入糟辣椒 糍粑辣椒 皮线豆瓣酱 层次分明的辣味互相渗透 辣而不燥 抓准时机 放入处理好的鱼肉 对于火候的把控可以让鱼肉更加入味 鲜华的鲜鱼在热锅中翻滚 只带与爽嫩搭档的相遇 片刻后 等待鱼肉与豆腐的滋味互相渗透 及时出锅 转至小火炉慢炖 小火炉是遵义每个家庭的标配 小火慢炖 可以让豆腐更好地吸收鱼肉的油脂 鱼肉巧妙地融合豆腐的清香 两种食材合为一体 味道彼此吸收 从而成就令人津津乐道的至鲜河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乌江鱼与豆腐的绝佳搭配 是乌江人小火炉里阴暈的蒸汽 也是乌江岸边 祖父与孙子记忆里的温暖 随着乌江水奔赴长江 风味的征途一路向东 鱼仙的搭档不再是净爽的酸辣 便寻武汉广征伴侣 武昌鱼招亲的擂台就此打响 武昌鱼 孙子以求的心愿 天刚蒙蒙亮 方干明 萧志彪与赵飞三人 已来到梁子湖畔 他们专为挑选上好的武昌鱼而来 今天收获颇丰 他们满载而归 精心挑选出来的武昌鱼 被小心翼翼地装上车 立即运往长江支盼的酒楼 方干明与萧志彪经营着 这家主打武昌鱼的餐厅 和大多数武汉人一样 他们有着灵活的头脑 和对美食的热爱 同时 他们更希望把武昌鱼 这份自然的馈赠 打造成储菜的美食名片 让食客们 一品着地道的湖北风味 对于如何做好一道武昌鱼 是他们一直钻研的课题 武昌鱼的鲜维 得益于武汉的一江好水 如果说鱼鲜是自然的馈赠 那烹制出它纯正的鲜维 则是总厨赵飞 十八年不变的使命 色白明亮 晶莹似玉 汤汁清澈 淡爽鲜香 无论是地道的武汉人 还是前来的游客 只要尝上一口滑嫩的鱼块 都会被这原汁原味的鲜香 所折服 新东武昌鱼是储菜的传统菜 也是一个武昌鱼的代表菜 武昌鱼它口感滑嫩 味道鲜美 我是学厨 通过这道传统菜 就使我与武昌鱼结下了缘分 古老的烹饪方式 是保留食材原味的最佳选择 清蒸作为武昌鱼 最为经典的烹饪方法 让武昌鱼闻名海内外 将收拾好的鱼简单调味 上替蒸熟 取出 浇上热油 洁白的鱼肉泛着油量 分而不断 围成一粥 好似孔雀开平 形色俱全 这个武昌鱼的味道 还是以前小说起的老味道 蛮经典 微微微 这个鱼的味道蛮鲜 烹蒸 蒜香 烤炙 花样分成的烹饪方式 皆是烹鱼大厨 为武昌鱼量身定制的花式吃法 其中最令人回味的 还要属赵飞苦心钻研的 泉水武昌鱼 甘甜的山泉 取之自然 天然纯净 在赵飞手里 天然的山泉水 将要为武昌鱼新的因缘 牵线搭桥 全水武昌鱼 是我多年对武昌鱼 这个美食的 经营一个研究的创新制作 它用料食材都很新鲜 此刻很喜欢 在寻常的做法中 水煮武昌鱼的调味料 大多使用番茄酱 豆瓣酱 虽然经典 却也千篇一律 赵飞独具匠心 尝试着用自制的酱料 配上泉水来煮武昌鱼 居然为他找到了 更加绝美的搭档 泉水武昌鱼的酱料 我经过反复尝试 选用三种不同的辣椒 进行调和 然后用武昌鱼熬汤 进行调味 最后用金瓜绒 打成泥 进行调色 这样它就充分地 激发了武昌鱼的酸味 与其他城市的 一鱼一搭档不同 酱料与武昌鱼交融 再配以玉米 西红柿 泡苹果 萝卜等配料 这些搭档 共同演奏出的交响曲 进一步激发鱼肉的鲜味 全水武昌鱼 使用天安的全水 现场喷至13分半钟 然后开盖 浇汁 即可食用 这种奇妙的搭配 是大胆的实践 也是赵飞 积累多年的经验 它总是能够 根据不同原材料的特点 研究出特立独行的烹饪方法 让武昌鱼 在推陈初心中不断升级 创造新的美味 我这辈子的愿望 就是把鱼 做好 做筋 然后发扬广大 鱼仙在武汉餐桌上 万千变化 鱼味 早已融入武汉 每家每户的餐席之间 明江流 乌江流 欲出鱼仙 静风流 各式搭配的背后 是中国人基于地域 关乎味觉的哲学思考 在千百年的岁月中 鱼的世界里 永远不缺搭档 好的搭档 入口难忘 我说明天子 我说明天子 准备了 说明天子 我说明天子 有一个 离联合的 但是我说明天子